柔佛市乃国际机场附近发生了街头欧斗事件 而引爆点是一群男子在沙拉越美里机场后机室 争抢座位而引起了纠纷 结果这场骂战延伸到了柔佛 他们用棍子围殴一名男子 最终警方延长扣留7个人 为期4天来驻查案件 古来警区主任陈胜利今天发文告指出 嫌犯和受害者互不认识 他们前天在美里机场 因为误会而起了争执 结果他们回到柔佛 在室乃机场附近的加油站前欧斗 39岁的受害者受了轻伤 身上有擦伤和红肿 事后向警方投报 而警方在新山和事故来逮捕了7名嫌犯 他们年龄介于25到40岁 全部被延扣到星期五 警方也在行动中充公了两辆轿车和四部手机等等 根据网络流传的视频 一群男子不但对受害者拳打脚踢 还手持棍子攻击受害者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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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